郭鐵磚離開後 文綠寶也好些 實事求是 說政府高鐵上版 頭版 文綠寶 我看很多報紙的年輕人 說年輕的年輕 一個是雖多是好的 現在開始好些了 即是不敢押阿爺 郭鐵磚離開了 有些真話 告訴阿爺 高鐵不押 他還寫了一份社評 社評作為了一張報紙的指引 要追究 文匯報說社評是追究 而不責任輸外勞解人手方 絕對贊成 這件事 怎可能不追究 文匯報 你這些香港政府特首看到 麻煩你職業炒這個 不行 產樁整樑失職 每次都一百幾十億來超市 不止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們很早以前說 高鐵一定辦不到你 給多一百億 沒說錯了 那一集說過了 香港是一人職務 工程中一路再千里跪通 如果他這樣夾著你 可以咀多你一千億 你都出不上 你想想你張秉樑在忙 那張圖你不懂得對嗎 現在今時今日科學 地底有些莊 何時做工程 你是知道哪個位置有 你的鑽瓏大 我怎會鑽下去 我懷疑那些三層毛特意鑽 鑽去奔廠 全地盤情供 全部拖 接著那些盤頭 成造商 就說你有事遺憾 而我們工程就要你CAM你的錢 一個很大的串謀 因為香港有錢 我CAM你一二千億都可以 所以就是這樣才會被鑽下去 以前地鐵最初被鑽進去 國人鑽到沒有超支 我喝了一瓶 伯家山垃圾 這張是蘋果幾個報紙 創意計劃 又CAM 又拿錢 Как個鑽燈工庫 privately 昨天審計處就這樣 中心的主角叫明年珍 這個吳嘉賊經常拿香港人錢 搞無離頭十二俊營會那期 看完你都睡著覺那些 不是 拿公帑的 這個是垃圾 你黃英琦身為律師 你怎樣可以拿公帑 可以怎樣動用公帑 即是等於家人的戶口 你律師都不能鬥家人的戶口 這個何曉琦不用說 你搭單車尾不忍識 黃生的女兒 你不拜他就夠飯 有風頭速他就去的 每個人買 董醫師男生 怎樣過瓦這位 這幫藍毛 這幫垃圾還製造了一個西九委員會 現在我們西九藝術發展委員會 在瓦位 又是瓦了 又是全部卡水的 去到今時今日香港如果這樣 我們天來電網真的要吹雞電網出來 在我的組織就很簡單 要求中央政府攻勢香港內政 中央政府要成立一個民生小組 監察香港政府的錢怎樣支出去 支給人 你地下鐵賣不到尾 如果再咬你幾百億你沒有時候報的 有一個方法可以做 立即停工 找那些城市公司有沒有出錯 是他引起的 就立即卡他錢送他走 整個地下鐵就立即抱給中國的基建隊來做 那你還要省錢 還能賣到數 賣到尾 還能賣到尾 Camp這間公司的成本市 你工程是你引致的 所有那些有關人等 全部要隔離港鐵公司的管理階層 涉及他代表政府看工程 那些全部要掃走 張兵良第一要掃走 我罵這個人家差不懂事 我們沒有罵錯人的 我一個對你十個 你拿了十個局長來 你隨便拿哪個局的來給我做 我做一個電報過來 現在好像每單大的工程都實言五十超之要 楊振英 香港臥虎藏龍的弟弟 你只是個個一個郭兆明 我都不想到 你找十個局長出來 我遲我十個局長的事情 我一手都做給你看看 香港臥虎藏龍的年輕人 你不要一塊飯 弄一堆三大兵 又開一個新的創意科技 搞科技你還不可以 你不要找人經紀制 可能做特首照 你叫人家養 搞你好不好 把香港人的錢來浪費 你有沒有賺錢啊 墨手 那個甚麼城市基金也是 還不敢扶街 你有沒有林健鋒的柴子闖腦 你怎麼這麼小資格做行政會議員 你又有千塊筒 你拍到陳革能就扶街了 弄個甚麼龍師隊 連年弄了幾百萬 找些年輕人來做童工 又說增加了就業機會 當你的就業機會是成功的 你便忍用童工 有沒有犯法 有沒有申請 有甚麼亂搞那些人 他用聲音大謊 我給一班軍班肺炎 一班土共阻止 民主黨的議員 所有的議員都過了 我都埋怨了 浮品香港人民策 所以我當時說 你委任我審人來做特首 所有議員沒有糧出 都掃了就走 如果沒有糧出 他終於留下 香港便沒事了 但中國政府一定要成立一個小組 干涉香港的民生內政 監察這些錢 如果香港市民反對 說他好來干涉 就讓香港人做善意 那你自己申請自殺 便會拆掉你的錢 反而不差事 是不是 如果那些地皮 石碧村拆掉了 有些人拆掉了十多年 都不敢建公屋 為甚麼 他拆掉那個高地價政参 那你建了那裏也不代表會倒閉 你建公屋而已 他就想你供應不夠 你都是混蛋 我都說你七八呎 一千呎以下的 你控制樓價 一千呎以上就有機會去炒 你就不用怕 政府的資源沒得收入 你有沒有財政司 我們還要拿去打靶 那他都不是搞財政的 現在專門外行領導內行 都不是搞財政的 管過財政 香港再搞下去會死人